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配到目标受众下的网红粉丝画像,效率大打折扣,想谈中国网红市场,自建电商平台,一方动力了解到,在Socialbook200多万的网红中,大多分布于欧美、东南亚、俄罗斯、中东、欧洲、澳大利亚等地区,而中国的网红数量却很少。 Heidi表示,从今年下半年开始,大量中国的网红开始走向海外,所以接下来Socialbook计划切入中国的网红市场,对接中国的社交平台以及各大网红经纪公司。 Heidi说道,我们的优势在于数据,目前Socialbook已经沉淀了2万多家海外的厂商对接资源,主要来自于欧美国家和国内网红合作之后,这些资源将会被不断引入中国市场。 在出口方面,传统品牌出海,就是借助Google和Facebook的流量引入,加上亚马逊平台的广告宣传,但是随着跨境电商对网红的需求越来越多,网红电商的市场会更加广阔,其沉淀下来的数据也会更加有价值。 Heidi称,明年年底,Socialbook将借助数据优势上线自己的电商平台,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跨境电商企业,都可以把商品入住到Socialbook,而不再是仅仅做网红对接工作。 Heidi向一帮动力透露,初期,Socialbook会做一个综合型跨境电商平台。 如果能和美国一些在保健品方面有优势的供应链企业合作,或者和中国在服饰智能3C家居以及户外等具有优势的供应链企业合作,也可以尝试垂直到具体品类。 无论如何,未来的网红电商会迎来两个大的发展方向。 Heidi表示,第一,定制化商品是大势所趋。 个性化,小而美的商品,潮牌越来越受,年轻人关注。 第二,一定要注重品牌,网红更愿意和有品牌的产品合作,因为品牌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强。